大家好,柱姬入世 哇,柱姬兄,你那裡突然震了一陣 可不然發生什麼事 哈哈哈哈 喂,大家好,現在我們復制的時候 都是晚上一刻,啊,柱姬兄怎麼樣? 今天要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都不會 是啊,我也知道 就是喝喝吃吃看見你都好像 風滿了一點 哎呀,那我就要小心一點 你先清一清看看有多重 我今天去跟議員吃飯 他都說我,喂,你都好像重了一點 我啊,在說 哈哈哈哈 好啦,你去吧 都不算 真是每天這麼忙,運動又沒有 沒時間,怎麼必啊,是不是 好啦,今天言歸正傳 我們要看一下,我們上次那個 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說謊 那個收視率奇高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喜歡看這些 這樣的節目 我們也很喜歡說 今天呢,我們決定斬多三兩,是不是 那我們都知道,你知道,我知道 我在說謊 我更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說謊 其實這個也挺有哲學的 這句說話也挺有哲學的 就是一班人,現在剛剛在G7開會 是吧 去他們的舊地從游,廣島 那老美又去 都不知道為什麼他又會 給他們在廣島做,大家湊熱鬧 那裡舊地從游 不知道會不會去獻花 做一些不免的東西 人就死幾十萬的 那裡會去獻花 那些東西 那G7,我看到G7上次說這句 這個段子,有很多朋友 叫我多說笑 我聽不清楚你說什麼 或者待會兒就放回我們留言區那裡 大家去拚在這句說話 其實是挺有哲理的 現在我們看到G7那幫人 那些人呢 以何下起,整個都去了日本 那大家知道他們說什麼的了 一個中俄 一個俄烏 一個中國的經濟的脅迫 我看來看來都知道這幾個了 還有一個台海問題 就是說你中國的內政是屬於 全世界都有權插一腳下去的 那我想到最後他們一幫人出來 都是會 站在鏡頭面前 就是做那樣東西了 講大話 講大話也很好笑 因為他七個雪姑七友 大家圍在一起 你眼看我眼的時候 心底裡面 他就會出一句話 講完一句大話 中國經濟脅迫 什麼新疆問題 那樣那樣 中國偷偷地 又幫俄羅斯 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他在講大話 最好笑的是 雪姑七友 你眼望我眼的時候 對面那個笑笑口 其實 我知道你在講大話 接著講大話那個說 我也知道你知道我講大話 對面那個聽那個 是啊 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 我知道你知道我 講大話 接著講大話那個人 我也知道你知道我 知道我自己講大話 讓你知道我講大話 現在就是這樣說這個遊戲 為什麼人類會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而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問他 我都知道我講大話 也知道你知道我講大話 兩個人大家都在排氣 那你問他內心的世界會是什麼呢 可能他說 我都要做事的 大哥 我都被人主使的 但是 整班都不是一般的人 整班都是 諸七來的 這班諸七 都是有頭有面 都是一國領導 或者是外長 財政部長 是不是 都是這些社會精英 權貴 為什麼這班人 會在這裡做一些這麼 無聊 不是無聊 是無恥的事情 上一期就有很多朋友 就嚇了桌子讚 他說 那班西方國家 主機理我覺得對 他們不是狼 不是屍 不是虎 是鬆狗 他說這個形容 非常貼切 鬆狗就是那些一插上來 一控而上 你是獅子 老虎 一落個單 他們給你找到一個機會 就把你的肛門 端在你的肛門入手 那裡最安全 又最容易咬 他不怕骯髒 就是他們做的 那其實看回現在的G7 我覺得這班鬆狗 整班都坐在那裡 那我就是 今期就講一下他們這班G7 好了 那我估計呢 都沒有什麼說的了 就是那幾樣東西 來去 插了那幾碟 鳥無新意 那當然是講到 現在最炒最熱 就是講一個經濟脅迫 那經濟脅迫 我們外交部也發了很強硬的聲明 那我就說 喂 經濟脅迫 不是你美國專利 那是啊 我覺得這件事 你說經濟脅迫 老實說 日本人 你自己沒有舔過東西嗎 你從你七幾年開始 你東 你Toshiba 被美國鑑山打壓 不讓你發展 是不是 廣場協議鑑山 逼你的日元升值 一衰衰幾十年 這些不是叫經濟脅迫嗎 當然它除了經濟脅迫之外 還有軍事脅迫 當你的國家 給人家這麼多的駐軍在那裡 被人家駐滿了美國的軍事基地 你還有什麼的國格專業好講呢 你只可以給人家軍事脅迫 那些就加上一個經濟脅迫 就衰了幾十年了 那法國的艾爾先恐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故事美國陷阱 那我相信很多我們今晚都聽過了 你看看 艾爾先恐那個法國的電話公司 當時是 擁有的很好技術 做得很好 鑑山就好像抓孟州那條招 就趁那個 他有個高管 那個給那個時候扣了他 就開始講數 是不用上court的 可以先講數 講數到最後呢 你將那間公司賣了給我通用 那我就放你了 如果不是判你一百年 那這些叫什麼協壁呢 那叫做綁架協壁 那美國做什麼協壁呢 那就多了 他現在是講到你說要俄羅斯 你認為他不對 他們兩個打仗 那你不止協壁 你制裁到連他個人都制裁 這些是不是叫經濟協壁呢 你連一個擁有其他國籍的 俄羅斯裔裔的人的私人財產 你都要將它充公 是吧 這是什麼協壁呢 柯富裁 窮到窮 剩下那70億美金的國家儲備 打算放在你們美國銀行 喂 你美國簡直就是鑑山搶了它 拿來賠給那些911的家屬 甚至乎在美國聽到一些 Twitter的家屬說 我們不要那些髒錢 它根本不是俄羅斯人去阿富汗人 是沙特阿拉伯人去炸911的 為什麼你會賴了阿富汗呢 其實也有美國的聲音 不過在它強大的輿論控制下 他們沒有言論自由的 這些是我們聽不到的 國際社會是聽不到的 美國的老百姓很多人都聽不到的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國家在搞什麼呢 我最近也看過一條短片 就是一個示範 是一班的退休美軍 搞了一個集會 是叫做 扔了一個獎章 它沒有人 那些落在中東單元帳回來的 有些獎章 每個人在門樓發言 它落在獎章 我現在是扔了一個獎章 因為我們國家在說謊 我去到阿富汗 我殺了很多無辜的人 扔了出來 接著一陣子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這些退休軍人 覺得自己良心過意不去 他說我們國家一直在說謊 現在還在說謊 俄羅斯也好 烏克蘭也好 我們現在在電台聽的東西 完全就不是真實發生的 他說我們當年在中東也是這樣 我們做了很多壞事 是不准報的 CNN也看到你 這些是不對的 立刻有人剪的 有人審查過 才給出 現在那幫退休軍人 回到美國 就覺得這個世界忍不住了 出來表態 直接丟掉了獎章 當然這麼說 每個國家都有好人有壞人 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很多國家的領導人 都是蠢和壞 這個就是最麻煩 還有最慘的一件事 有些國家可能會 剛好遇到一個 算多一個比較理性一點 好一點點的 但是呢 因為它四年五年又一轉 跟你簽了一些合作議事 跟你中國也好 跟世界其他的 講好了 現在這個世界出現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已經沒有了契約精神 很多國家是反轉主導 一換了領導人 就撕了那張契約 這件事呢 是令到世界文明走向滅亡的第一步 人類之間沒有了契約精神 契約精神是不可以 因為你現在的力量大了 你強了契約 你就可以說 撕了契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文明是可以這樣說 是走進去一個死亡 這個是最人類能夠建立 今天的文明的基礎 就是契約 那麼我們歷史上和宗教上 其實都是講著契約 就是說人類和天的契約 好像十戒一樣 是吧 這些契約呢 其實就是告訴一個精神 有些東西不可以用你的武力 或者你的經濟可以撕毀了 有些東西是各與各之間 大家認同了的 聯合國有聯合國憲章 但是有個國家是可以 就是跳出跳入 今天跳進來 明天跳出去 然後還不給錢 這個就是美國 這個美國是全世界現在最大隻的 軍事力量最強的 在這個佔據最多的海外軍事基地 那它現在是這樣的搞法 帶領這個世界走去什麼路呢 那現在一個G7就會看到 那G7講來講去 那些領域新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那我相信呢 都是台灣問題 是吧 屈你中國 軍援俄羅斯 是吧 那就是中國的經濟脅迫 但是會不會講到美國的美債問題呢 我就覺得呢 可能都會有 因為其實德國和意大利 或者是那些其他的工業國呢 可能會放過去的 因為這個你這樣搞法呢 不是你美國一個壞 也都不是中國會壞 而是大家都會玩完 那我覺得這個意思都會出的 那大學Sir 你看會不會有這個 7個會議 會不會講完這個美債問題呢 現在好像有講到美債問題的 因為這次的美債問題 非常之嚴重 那又根據彭博社會說 就是18號的財長會議 就會談有關貧窮和新興經濟體的問題 要改善他們的經濟關係 那也都有提到說 要對抗中國的日益增長的影響 但是聯合聲明那裡是沒有的 又有談到人工智能 AI的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他們都會談的 那你說美債是不是很重要的問題呢 我相信大家私底下都會談的了 因為實在是太嚴重了 這次的時候呢 除了那七角之外呢 據聞 接下來領導人那個 就是 G7的領導人會議 也都請了韻石月過來 是不是 韻石月很嚴重 因為他說 喂 可不可以變成G8 結果沒有人訴他 日本說 這個不在議程之內 拜登都說 喂不在議程之內 你不用指望 想 也不用想 那跟著呢 岸田又邀請了澳洲總理 阿爾巴羅塞 印度總理莫迪 巴西總統努拉 和越南印尼科摩羅 和科阿群島的代表 作為觀察員參加的 那大家知道 這件事都是 我知道你在說謊 簡單來說 我知道你在說謊 但是我迫於無奈 我也要和你談談 因為有人說 上次我也提過 政治比女性更髒 這件事 這件事沒有辦法 我們看到 全世界 有一個國家比較特別 我是和你說真話 你不相信 我就和你說 每一次都是說真話 因為大家知道 由周恩來總理 開始 我們已經確定 我們不搞暗殺 大家知道 這件事 還有 我們盡量 以一個和平的方式 我們出去外面做的 很多人士 其實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 但保護自己的國家 你先不要傷害其他人 這是基本上的原則 但是老美不是的 老美不只傷害對方的人員之外 還有最重要的 就是傷害了很多平民 我們看到 有關的這件事 其實很值得我們關注 剛才說到有什麼脅迫 其實我們數回 軍事脅迫 不用說 現在全世界 說我軍事脅迫 其實他軍事脅迫 我知道你在說謊 我們也是協正聲明 經濟脅迫 你經濟脅迫 我有誰經濟脅迫 別人沒有 政治脅迫 也是你政治脅迫我們 宗教脅迫 你是在脅迫我們 說我們有什麼 種族滅絕 其實是你自己在做相同的事情 然後誣我們說 我在說謊 其實是你在說謊 然後還有金融脅迫 大家也知道 譬如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為什麼這次呢 我們很多中國企業 是有損失的 這個損失呢 不是說 我是投資有損失 而是存錢進去 是拿不回 我剛剛看到中天的新聞 就有提到這件事 說中國的某一些企業家 其實存了錢進去寺谷銀行 大概是有百多億的美元左右 應該是120億美元左右 算一條數 那這一筆錢是拿不出來的 為什麼拿不出來呢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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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就是金融脅迫 是不是 你說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呢 老美是借著收割自己銀行 收割你 是不是 所以這次老美很厲害 我們一直說的契約精神 是不存在的 還有呢 我們也看到商業脅迫 大家看得很清楚 孟晚舟 是不是 法國間大企業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美國陷阱 這一方面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 綁架協壁 是不是 還有制裁的協壁 是不是 將你 整個速度系統裡面 你不准用 伊朗又試過 兩次 俄羅斯又試過 總之 這些就是我說的事 還有搶錢協壁 剛才說了 那這些呢 是不是好像 處境剛才所說的 是一個西方式的選舉的問題呢 可以說是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 當然是我們知道 人無恥就 人無敵的了 對吧 我想起你剛才說的這段 我又記得19年 那些黑暴事件 包括那些校長 現在還在 仍在其位那些 你覺得那些人的行為 那些黑暴的行為 跟現在西方那些 無賴行為 驚人來相似 又要做壞事 又要不認 接著要誣人 就是我人多 我現在G7加上 G8 G9 一八一起圍在一起 就是你中國媽媽 這個事情 像不像當年那些 那些人被人走過 你不支持我 我就打你 因為我親眼見過 我簡直是親眼見過 在我家樓下 有一輛在北角的斜路 在健康中街 有一輛車 是看不到前面 他們設定 不如上斜路 上得來才 G8停在那裡 跟著下車的那個人 他說 我們都支持你 我捐了給民主黨的 那些人 是為了要 show up他們的power 不管 照顧 我一旁邊看見 我都呆了 他又不要碰到你 因為根本看不到 他斜路上去才看到 有個block 那他下車 跟著就被人打 車就突破了 兩公婆一男一女 他就說 自己有 不要打 不要打 我有捐助給民主黨 Come on 這群西方國家 加上那些 假洋鬼子的 亞洲國家 有兩個 是吧 但是現在 我覺得驚人地相似 包括現在 有些人還在位 那些 他不會去檢討自己 他都覺得自己 你知道我講謊 不要叫 因為我都知道 你知道我講謊 那位老友是成段的 是吧 大博Sir 這個段山 他很快就辭職了 我們就來到那個 很重要的關鍵時候 如果他還不辭職的話 我都很大件事 我們到時候就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我們就要去講講 有關這個 你知道我知道 你在說謊 還有最特別的就是G7 G7 拜登就會去一個 港島和平紀念公園 出席 有記者問他 提問 沙利文就作答 記者問什麼 拜登將會在19日到達日本 而且前往港島和平紀念公園 部分人希望拜登代表美國 為曾經軍寨日本進行道歉 拜登會不會為此而道歉呢 沙利文就說 拜登不會為此道歉 也不會發表聲明 他將和其他G7國家的領導人 一起參加封會的活動 與此同時 G7的國家領導人來到港島 向這一段歷史 和來自港島的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表示應有的敬意 什麼敬意呢 這件事 賣的時候 你炸一個就夠了 你炸兩個 現在日本、港島和長期 是全世界唯一的地區 是被原子彈殺了很多人 那麼這件事 是不是要道歉呢 我就覺得是需要道歉的 但是當然日本也不肯向中國道歉 屠殺這麼多人 不斷去美化自己 說自己沒有做過 南京大屠殺是謊言來的 這些說話 我們是非常之覺得他在說謊的 難道他不知道自己在說謊嗎 這個完全知道了 你發動戰爭 你會令到這麼多人死傷 還有你現在看到台灣問題 其實你也是在挑起戰爭人 尤其是你現在說 我現在否定聯合國的協議 那個碼我忘記了 有人告訴大家 否定聯合國的協議 那時候台灣還不是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因為人民共和國 就沒有統治過台灣 但是那時候 我們知道聯合國說得很清楚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 因為那時候值了問 我政黨輪替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用回 再拿回我自己的國家呢 那是戰爭之後 這個是繼承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謊呢 尤其是現在 眾議院口頭上 都表決了 我支持這個法案 因為給台灣 台灣地區參加了國際組織 我覺得這一點 是很大的問題的 其實你看回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政治上高的謊言很多 就是不單止是段崇智 就是段崇智抱歉 我現在也不覺得他是校長 我也不想叫他是狗 因為實在侮辱了一隻狗 不好意思 真的 還有那時候 你看到現在世界上高的 每一個國家的領袖 都是為了自己來不斷殺荒 殺荒並非必然的 而且面不紅 氣不喘 完完全全是這樣 那為什麼政治骯髒呢 骯髒骯髒呢 我覺得 用地底泥 又或者是憤慈 憤土之長不可污 那些這樣的說法 就更加好的 就是不要模擬了女性 我覺得 因為這些真的 非常骯髒骯 你真的感覺到 他把口 如果真是還原 真是臭不可當 你西方國家的領袖 每一句說話 你都不知道他說真還是假 雖然我知道 政治裡面有很多倚如我差 包括我剛才看到葛台銘 他說被人玩 傳聞 說不滿被人整股 被冤枉 就不再跟朱立倫 黃建廷去聯絡 喂 這些事情是做政治的 你做商人 你不要把你從商 或者做一個企業 和政治混合 尤其是台灣的政治 你根本是玩不行的 包括有很多我覺得很正常的人 你在台灣玩政治 你就遲了被人玩產 你水太深了 其實我有朋友跟我說過 你不要管現在的民進黨 國民黨 或者甚至是 阿文治那一派的 所謂的白色 這些事情 其實已經上了當 我經常跟大家說 你有分藍 有分白 有分綠 其實你是顏色革命 人家已經鋪了給你了 你自己承認 我是藍 我是白 我是綠 這些很愚蠢 香港也是 黃藍對決 泰國也是 紅三軍 黃三軍 對不對 接著的時候 你也看到什麼 綠黨 德國那裡 全部都是 醒醒 請 我經常跟大家說 香港人最重要是清醒 不要經常自稱自己是藍營 才行 我真的不是很想說藍營 這個詞語 因為你其實根本有上一檔 你被別人放進你的思想裡 尤其是我們現在做一些分析的節目 我可以提了很多次 以及去思考深入 為什麼世界這麼多紛爭呢? 就是老美專門用民主 自由 人權 以及他覺得他是一個選舉的制度 但是這些選舉制度 是不是真的令到這麼多人 是真的得益呢? 我們看到是沒有 沒有 是另一步讓人富起來而已 就不是真真正正的 他全民都有錢的 或者大家的購買力 和他的生活是覺得舒適 和有幸福感的 有很多人到現在都在說 中國的環境很差 你應該是全民健保 免費健保 那些 我覺得這件事是離譜的 我自己看到 我反對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是沒有質素的 和現在用者 用家的小小自負 我覺得這個質素 是會做得更加好 尤其是現在 我在內地 我也看過醫生 我也有很多朋友 在內地看醫生 我也覺得很棒 你說西方 經常在說 中國沒有健保 那些 沒有全民健保 美國也沒有 頂 這些過氣就生氣了 還有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 你自己很聰明 其實你很多時候 被人洗腦 你自己是不覺得 香港人就沒有一個獨立的思考 判斷能力 這一點是我覺得最可惜的 就是西方的思想 有很多 還有最近你也看到 就是我們看到 其實美國 就是為什麼會在世界上高 有霸權在這裡 就是它掌握了思想機器 是不是 黑的就變成白的 白的就變成黑的 我喜歡怎麼玩就怎麼玩 因為它拿著世界上高的話語權 還有它有一個軟實力的存在 這個軟實力的存在 其實是令到我覺得 在世界上 充滿了黑暗在這裡 很難改 我看到很多事情 想事情不要這麼單純 想事情細緻一點 想一下會怎麼做 還有對中國的抹黑 無所不用其極 你可以看到 是太多不同的事情了 不單止是政治人物在說謊 最重要的是 傳媒 信以為真 或者是 它明知道你說謊 我都繼續去說謊 告訴你 因為我有政治立場 我覺得美國 是一個正義的朋友 它是代表正義的 非美國就是非正義 這些異分法 我覺得對世界影響很大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朱基希 不好意思 再說一句 我先交給你 聽得很入珠珠 有味 說得非常對 真的 很生氣的 這個世界也很擔心 人類發展到這樣 為什麼會給到 現在這個是不少的 西方 之前失婚 西方說的那些 是不少的 還有憎恨 中國的普通老百姓 在那邊 在洗腦底下 他真的不知道什麼都相信 他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的傳媒就是這樣 他就是看到電視 那他們那些人的 那些 mentality 或者 一個例子 剛剛又在芝加哥 那芝加哥那些 Walmart 因為太多靈團購 那就關了門 不做了 哎呀我吃不起了 我打開門 你們各個上來 排隊來拿 然後關了之後 一大堆人衝去 Walmart總部 示威遊客 為什麼呢 抗議他 為什麼你不開門 給我搶啊 你看看他們還可以 那些傳媒 還可以用一個 同情的角度 去拍攝這個短片 去剪輯到 好像他們是很慘 就是他用一些 這樣的表達方式 那大家看看這樣 其實 有些老人都想到 喂大哥 買東西 要付錢 個個這樣搶 人家不開 我吃東西不開 我都避得起 現在避都不行 你不開了都不行 他就是示威 為什麼你關掉那些Walmart 那我們沒有地方搶東西 那也是有人同情的 那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世界 真的會變得越來越分亂 就是人的思想 那樣真的 沒有辦法的 現在那些豬七豬八豬九 那些豬呢 就在那補計 怎樣來整理中國 那也有朋友經常問我 其實很多是不關他的事 好像法國 德國 其實都知道 跟我們做生意 不可以脫勾的 沒有必要 胡說八道 去打中國 那我告訴你 大家也不記得 當年 1999年 五四運動 是怎樣來的 范爾塞和約 我們一戰 中國是死了多少 出了多少華工 去參一戰 我們是戰勝國之一 我們戰勝國 去到范爾塞簽條約的時候 日本竟然就勾結美國 去和法國 那個做東道國 強行把我們在山東的利益 本身是德國在佔據山東 根據德國戰敗之後 應該還給中國 而日本是勾結美國和法國 幾隻蟻娜 這些鬆狗一樣的東西 在我們中國的代表面前 無論你講得多激昂 講得多對 多有道理 鬆狗比你多 你是獅子也沒有用 大象也沒有用 他們一群圍為你咬 終於中國代表 我不簽 但是都改變不了事實 日本是承繼了 德國的利益 這些歷史上 等於我現在看那些 珠七珠八珠九 我都想起那個picture 范爾塞條約 我們中國代表 怎樣被人壓迫 真是被人政治壓迫 是好 完全沒有功利 我們是有華工去參戰 我們是戰勝國 而不能夠享受戰勝國的待遇 還要把德國人的利益 過給一個第二個國家 這樣他們 為什麼他們不說一個侵佔 國土完整呢 為什麼他們現在個個站出來 鎮臂高呼說 俄羅斯侵佔烏克蘭 萬惡不赦呢 其實說來說去西方世界 和這幫這樣的鬆狗 沒有事情想 大家為什麼都走出塵呢 團結就是力量 因為個個都怕死 單打獨救 沒有人夠我們打 所以整幫人呢 一齊撈下去 最緊要就是 以後分豬肉 真是被你肢解了中國 我也是有份的 我也是戰勝國之一 每個人都分贓了 每個人都伸出手 這幫人 你以為他們現在是不知道的嗎 他們不可以跟中國踢口的 他們知道的 但是大為事嘛 現在整幫人就好像一些 這些過氣老叔虎 又沒有錢 又沒有馬 又沒有靈筋他 圍埋在深水埗找個地貓 茶餐廳 說到天分地暗 說自己當年怎樣 信不信我 到灣仔 由馬地尖通 人家說 老闆買單沒有 我看看 不夠錢 誰給著尖沙 打你幾個人來給 那些無敵負應機 現在的G7G8就是這樣 世界上有什麼人最惡呢 在十大個人之手 我 大就你公開了 窮兇極握 是窮人 沒有錢 窮人是追割的 對不對 不是 我本來是窮兇極握 沒錯 剛剛繼續 窮人是追割的 真是 我回應一下 趁儲基喝茶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G7 的確是這樣的 現在全世界最肥的市場 是哪個國家呢 就是中國 以及東南亞地區 中國和東南亞地區 我們好好地做生意 我們是正常人 但是不好意思 這班 趴在街上的G7 實在太多了 不止七個國家 是趴在街上 趴在街上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 我不可以說的 OK 但是 你可以看到 中國的時候 你一定要強大 很多人都覺得 中國強大 不對 你這樣強大 你不就是搞斷局 聽聽話 跟著老美 在這裏走 但是 跟著老美 在這裏走 你真的沒有運行 老實說句 你如果再繼續這樣做下去 其實你中國是抬不起頭的 你無論怎樣強都好 你某一方面強 是沒有辦法去主宰整個世界的 我們其實是否要主宰世界呢 老實說 我們不是 但是我們必須要主宰世界 我們要到一個正向的觀念 讓大家知道 原來這樣可以令到你的國家 你的地區的人民是真的得到幸福的 所以我們一向都是勸和速談 而且你見過這次俄羅斯 撤出越南那個 跟他一起非法建的郵件 那這一個為什麼要撤出呢 因為他知道不行 或者跟中國做生意 又為什麼要去開發 海森威哥的港口 是不是 變成內港 這件事情很簡單 因為原來我不需要去做一些奸計 或者做一些傷害其他的事 我都可以做到生意的 中國是樹立了一個新的榜樣出來 就是一個很正氣的 去告訴全世界 這樣都可以做到事情 我最近在這裡看回王毅的小說 真是沒有意思 我終於有時間 稍微看一看 所以晚上睡覺的時間少了 我看回一本 一套叫《日月當空》 裡面說龍鷹 是不是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沒有 他裡面說的時候 爭鬥裡面 最重要是大家共贏 跟不同的外族一起去贏 不是要去奴役他們 而是大家 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 去生活下去 這個是跟我們現在中國去做的事 是非常之一致的 但是西方很多國家 就好像特決那樣 他是要霸凌你 是要控制你 是要令到你的生活變得很差 因為生活不差 怎麼顯得我自己的生活好呢 還有我完全控制你的 我搶你女人 搶你錢 現在就是G7這樣做 他們一起為了什麼 為了分這塊肥豬肉 為了中國 這個八角聯軍 現在又重新再來 只不過角色呢 就稍微轉換了 還有他希望拉更加多人過來 去令到中國沒有辦法強大 還有大家看看 我簡單說一句 美債 如果真的好像拜登那樣 去到五十一萬億 你的美元還有 還有我真的勸過大家 其實 不要說我有先見之明 我從我開始已經告訴大家 我已經是沒有持有任何的美元資產 我只有三個稅 我最近還將其中一塊稅 我還將去轉港幣 我為什麼不用美元資產 我現在只有兩張紙幣 兩張一塊 就這麼多了 沒有了 我全副美元資產 保險那些不算 強積金那些就說完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老美信不過 信得過 鄭雅雄主任也說 朱那也會上樹 這個是很明確的一件事 為什麼還要用呢 現在證明我 我之前說了 中國的一定不會還給你的 如果銀行掉了 你所有存款他不會還給你的 果不其然 現在就是發生這樣的情況 你還相信他 我也很不明白 你在別人奴役之下 去生活 你會覺得很爽嗎 岸田文雄就是這樣 岸田文雄在處於拜登 說你對廣島那邊 其實這次是 但是拜登為什麼還要過去呢 因為拜登覺得 我是要去支持你 因為以後 你就是馬前出來了 是不是 你就是負責對付中國 那我就不斷給你面子 但是要我道歉 沒有 什麼都沒有 我希望將你整個東北亞地區 變成一個戰爭的場所 這就是目標 明白嗎 我將南海 燃點起你們的戰爭 所以我就派菲律賓去搞你 但是菲律賓能不能搞到呢 兩東西就沒有了 越南又搞了 是不是 然後台灣不用說了 民進黨又搞了 老實說 我在這裡再說一次 我覺得國民黨是沒有希望的 完全沒有希望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內地的同胞 在做些什麼 很特別 喂 賴清德 快點 我支持你 當選當選 是啊 內地的同胞 當然 這樣就可以統一了 老老實實說 這一點很過癮 廚經經交給你 是啊 這個世界現在就 亂局昏雲 那 我有時候也會看到一些事情 我再組織一下 會有一些提示 那個大度 我都跟到小市的大度是怎樣 那個大度是會 我覺得是向好的方面發展 向好的方面發展 那個大度 其實有些事情 都是怪美國它自己過了 其實它如果盲到那麼盡 踩到那麼盡 它現在說50萬億而已 喂 給到你50萬 你就會有100萬的了 它不會指 它這樣沒有可能還到的 那麼它一定會有一個動作 就是怎樣去 脫掉了一條債 或者叫它洗牌 等於二次世代大展 二次之後重新建立立罪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這樣說 看回現在整個局勢 整個世界的大勢 已經不輪到它為所容有 因為它有些 我都說 其實有些有很多 不是說完全沒有人 它的國民不是完全不知道 它政府做一些壞事的 只不過是 壓制著那些傳媒 還有你軍工科合體 控制著了國會 國會那些參議員 眾議員 全部被人買通了 這樣才形成這樣 但是現在美國的人民 已經是再蠢 再無知 有了TikTok 他都看到了 都知道人家這個世界 政府正在做的事情 那些事情 我覺得內爆 就會在美國那裡出現 他就自顧不下 在美國 因為他做得太盡 這個天就是這樣 你做得這麼盡 你就會有報應回到 我們中國就是 沒有所謂 你強又你強 你惡又你惡 我自己的口中氣足 我就不理你 我就自己做自己 你打你我打我的 但是我們以王道行事 以天下為己任 和所有的中亞國家 所有的落後國家 我們扶他一把 我們一起 你怎麼說都不要緊 其實事實就放在那裡 你怎麼說都沒有用 我們整天說 我們說 你中國幫俄羅斯 我中國不是的 我中立 然後有個傻婆 是不是德國的外長 綠黨的外長 中立都不行 你不幫忙 動他 就是不中立 就是 就等於整班古惑仔 打群偶 溫志丹 18個打 恩志丹 打不贏 王飛鴻就所謂做和事佬 喂你這麼多人打一個 不要啦 跟著呢 個個堂口大都說 喂 王飛鴻 你不幫忙打恩志丹 你就不是中立 你憑什麼來圈交做駕倆 跟著 整班人都封了那個寶志丹 搶了他的藥 這個理由就是這樣 因為你 那個群偶 你不幫我一起去打他兩腳 你來勸和粗譚 那你就不中立了 那我就有理由去查封你的寶志丹 搶了你的藥 世界就是這樣 哎呀 說到這裡了 哎呀 說得好笑 這個很 他說笑話 好像很貼切的比喻 真的 哇大哥 我現在勸你 不要打架 你說我要制裁他 我對他不好 我這樣才要中立 哇 你這個簡直是 顛覆我們的三官 哈哈 你真是說什麼 大哥 你不聽到腳 你都叫做不中立 你說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很亂 其實是不亂的 其實是不亂的 我自己簡單地這樣說 為什麼我覺得不亂呢 總之他們永遠都是用自己的立場去決定這件事情 對還是錯 他不是用一個 是真的和平和的心 他完全是站在自己的利益過來去做 就是一些黑幫的 我剛才說過 一班老叔父 好像黑社會裡面那樣 他們在茶餐廳裡面 就要沒有揚威 接著說自己好 接著的時候 就要你逼我 逼你 去接受我那一套 我現在要將你變成跟我同一類型的人 那社會就會玩完 你西方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道德觀念的 不要覺得你接近西方就是正確 有很多人就說 逢西方必好正 逢中國必好差 大哥 你有沒有想清楚 你有沒有真正去研究過 究竟什麼叫做人性 我們做人的那個種子在哪裡 我們說過人 人是一個種子 你如果在社會上高 是有一個規範在這裡 你才會讓大家去學會怎樣和平相處 我們儒家學說裡面有兩點 哪兩點呢 一個就是你的氣質之性 一個就是你的善良之性 這個善良之性那時候是遵於自善 是沒有得和善樂這樣比較的 我們每個人就是有孔子所說的四端 是不是 這四端就是一個開始 這個是永遠不變的 你一定會有測忍之心的 你一定會有羞恥之心的 現在西方的很多思想 就是把你的羞恥之心抹了它 沒有啊 不要啊 用你自己 你覺得自由自在 我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耕淫努略 什麼都做齊 沒有問題 總之呢 你的背後加了一點 就是欺騙和欺瞞 我覺得跟處境談的時候 處境入世 這些就是入世了 我們好像是一個折托 但是其實在很多世事 我們是可以說到給大家聽 究竟他的原因在哪裏 那麼 處境卿和冷亞卿其實都是一樣的 兩位都是高人 我們去看很多的國際的事情 香港的事情 都好 我們覺得是 有一點矛盾 喂 好像 鄉縣一樣 我們說了多次 孔子是最討厭的 你又對 你也對 兩個都對 那你就是沒有原則 是不是 我記得我當年 有一位長輩就罵過 我說我沒有原則的 他就馬上罵我 你做人怎麼可以沒有原則啊 大哥 你一定有原則的 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觀感的人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是非觀感 你一定很清楚 是非之心 都是四端之一 是不是 你沒有是非之心 你怎麼搞定 那你強行將你的錯誤的觀點 去放下來 世界就很混亂 世界就覺得很奇怪 有人說不需要有國家 OK 好 不需要有國家 你自己搞定嗎 那大家紛爭 大家你有你的道理 我有我的道理 禮法何在 這個不是傳統話 我們這種禮法是一種 就是吃人的禮教那種 當你一個禮法僵化了 你就變成沒有禮法的了 你就變成一個僵化了的一個限制 但是現在世界上 你必須有一個條款在這裏 我們中國呢 很簡單 舉一個條款出來就可以了 你符不符合聯合國憲章 是吧 這是大家同意的嘛 你當初成立聯合國 都是不想有紛爭的 你美國不是代表聯合國 是吧 這一點才是一個重點 但是你美國現在當自己是聯合國 不是聯合國 對不起 你當自己是這個世界上高的唯一的大哥 你不聽我說 我動你 那就是霸權 那就是霸道 那就是霸道 那這些霸道 你覺得是對的 那你怎麼玩下去 我怎麼跟你玩先大哥 所以我根本 就是我們國家根本 連騷擾都不騷擾你 去死了 你站在一邊 雖然我們沒有說出來 但是心裏面就是這麼說 譬如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前一陣子 就是汪文斌 有一個大外交的記者會 這是我們主場 我們要談的 因為我們知道 中、中、亞 大家可能覺得 我的講錯 其實是中國和中亞的峰會 六國峰會 會在我們中國舉行 也提起一帶一路 其實我們在做的事 是在建設的 是嗎 一路建設 大家一起互贏 那這個不錯 但是很奇怪 原來很多香港人不喜歡 覺得中國 好像西方所說的 是搶了很多其他國家 拿了很多好處 那這個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還有我們竟然會把鐵路的 建設的技術 送給人來 現在連泰國也要送 這是很顛覆我們 對一般商人的一個看法 我們不是商人 我們真的有心幫你建設 但是政治 其實太複雜了 我們要做的事 無論我做得多善能 也好 中國要很把持得住 我覺得 就是要避開了 令到自己不要變成美國一樣 是很難的事 但是我也看到中國做的事 是完全對的 不是我自己對中國很好 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是一個理性愛國的人 如果國家做得不好 我們是要提醒的 我覺得是做得不好 還可以一幾年力提醒他 國家做得好就是做得好 但是我們要分析去看看 他究竟好在哪裡 為什麼會好 所以我到現在 我也很想找些黃人去玩一下 玩個遊戲 就是和你們說一下 中國這麼壞 你壞的原因在哪裡 你可不可以舉證一下 接著的時候 不用帶他進去看 你就按道理 邏輯分析而已 你不要跟我說 有情緒的出現 你情緒的出現 就是說你愚蠢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很棒 我們三個人加上冷眼打擂台 歡迎黃人上來 冷眼 我們擺一個擂台 做一個抵抵 沒錯 好玩 大哥 大哥 你自己在說字說字話 我們有很多資料 很多道理 跟你說 我不是要改變你 我是想大家去討論一下 去談一下究竟 哪一件事是真 哪一件事是假 喂 歡迎挑戰 留言給我 大家有我的資料 我真的會在題目上說挑戰 大家嘗試談一談 看看你覺得這樣對 對在哪裏 在哪裏 我們出三個 三張牌 任何節目 三個人也可以 一個人也可以 怎樣也可以 你喜歡怎樣 你想用哪裏挑戰 就挑戰 我覺得是可以說得通的 不要有情緒 我們純粹按個事理來講 究竟老美是否霸權 中國是否霸權 現在很多人說中國是霸權 對嗎 可以談一下 這個 中國的叫什麼 揮迫 經濟 揮迫 經濟揮迫 揮迫 是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可以談一下 中國有做什麼 叫協迫 是不是 我不讓你抽 不讓你搶 叫協迫 是不是 我不跟你做生意叫協迫 大哥 你在制裁我 等於我們國防部長 被美國制裁了 然後他打 美國國防部長 打電話 說他不接他的電話 他說 你現在不是協迫我 你不接我的電話 大哥 你制裁了我 你不記得嗎 是啊 我制裁了你 我看你也不行嗎 那你自己制裁 說不可以和我任何關係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這幫人是蠢還是野蠻 不知道 大家拿些例子出來談談 我永遠的大哥 這個是我叫永遠的大哥 如果大家有些黃人 是覺得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不出去 大家談談 但是有幾個規則 就是不要爆粗 不要情緒化 我們按資料按道理去談 那就是對大家而言 是一個最好的一件事 是不是 在這裡 下戰書 是的 接著去看看 有沒有可以擺到擂台陣出來 那跟大家玩一玩 好嗎 好嗎 一於這樣說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好嗎 謝謝大家 記得訂閱帶他上去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拜拜 拜拜